京都局高校吹奏乐部 吃橘色风暴登陆台湾传奇 第十九集 自从联盟规定 比赛集彩皆优行事 所有乐器都要背在身上 局高校乐队教练 一直在思考 该如何才能把后场 由大鼓及打击乐器 所营造的澎湃激昂气势 也延伸带进行进入业综 综合考量后 教练定案 一年集生也一起上场 乐队人数由62人增加到114人 同时演奏来维持气势 但是目前可用的乐器数量不足 只好从仓库里找来 破损的旧乐器 加以重组及为复 勉强凑齐数量 但要怎么做 才能把大鼓及打击乐器 背到身上演奏呢 更是目前最需要进去的 教练看着笨重的大鼓及打击乐器 尝试把25公斤重的鼓 用绳子绑在身上走动 但却不能顺利演奏及活动 更别说要上场表演或比赛 在没有想到方法克服 乐器被上升的问题之前 还是要加强训练新城军的114人 全体先空手在操场 排练并熟悉队形变化与舞蹈 经过几天之后 出现了新一个转机 改变了菊高校 也改变了全日本行径乐队 到底是什么转机呢 请继续锁定 橘色风暴登陆台湾传奇 第二十集 乐队部长爷爷